他的这个留言呢 想要问的问题 他是在问说 他主要是一个 这个办公室的办公人员嘛 那他已经在办公室 坐了十几年了 常常会觉得说是腰痛哦 那他觉得这个腰痛的问题 会不会是工作伤害 是不是长期都坐着 所以才会导致于 他的腰好像 没有这个足够的运动到 然后让他常常有 这个腰痛的这个问题哦 那他想问说 这个腰痛的问题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缓解呢 可以舒服一点呢 在办公室长期必须久坐 一坐就是八个小时的人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食补啊 药补啊 又或者是运动啊 让自己的腰好一点呢 像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靠小天使 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 是我们的国际 中医师哦 是我们Sarah徐丹博士 哈喽徐丹博士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主持人 可贵帮帮我们的忙 万一腰痠被痛 那怎么办呢 刚才我听到您的问题了 就是长期久坐呢 的确会导致这个背部的肌肉 比较紧张啊 那么时间长了呢 我们就称为劳损啊 就是时间长了 就是比较劳累哈 损伤了这个肌肉的这个纤维 那么其实最好的方式呢 是定期的动一动 那么就是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呢 起身走一走 倒杯水喝一喝 然后扭一扭腰哈 让这个缓解一下局部的这个腰部的血液循环 那么呢 如果有呃就是有条件哈 就是或者是有时间的话呢 回到家里面呢 用那个热水袋呀 然后敷在腰上面 这样呢 能够起到腰部的这个缓解作用 热敷呢 它有消炎止痛的一个功能哈 那么呃 还有呢 就是他可以买一个腰垫 那么在做办公室的时候呢 直接垫在腰的背部啊 腰的腰的后面 然后让腰部呢 受力稍微往前顶一顶 而且咱们的坐姿也非常的重要哈 那么呃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是抵直的啊 坐的是挺拔的 不要前倾 是啊 因为一旦前倾呢 这个腰椎受到的压力呢 非常的大 那么时间长就会损害 嗯 诶 我真的觉得徐丹博士 你讲的好中肯哦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的这个 坏习惯就是我会驼背 然后这个坐的时候打字 有没有 然后后面那个富贵包 就会跑出来 因为姿势不正嘛 肉都乱长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 除了这个运动之外呢 我们自己这种肥肉长很多 又或者是这个肩骨啊 腰骨啊 不太好的话 有没有什么食疗的方法 我们要多补充营养的 呃 其实呢 就是食疗的方法呢 它对这个血液循环 可能会有帮助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西洋生啊 或者是狗鸡子呀 是是 活血化瘀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 那么能够起到这个缓解的作用 但是呢 最主要的还是靠你自身平时的 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关注 不要长时间在一个姿势上面 那样是很损伤自己的整体的骨骼的 特别是我们的身体最重要的承受 重力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脊椎 我们遇到太多的人 因为长期久坐导致脊椎问题 胸椎问题 腰椎问题 甚至脊椎的问题 然后引发一系列的身体的各种病变 这很得不偿失 所以大家还是保护一下自己的骨骼 是非常中肯的一个建议哦 再次感谢我们的国际中医师 我们Sarah徐丹博士给我们这个建议哦 所以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多爱自己啊 如果你常常一直坐着的话 就像徐丹博士讲的 是每隔半个小时之类的 你都应该要起来走动走动 上上厕所倒杯茶 扭一扭身体 这样子都会比较循环好一点 保养你自己的脊椎骨嘛 对 好的 谢谢我们的徐丹博士 感谢您今天帮我们的解说 谢谢 不客气 好再见